辛普森一家有多惨,全家人活在地狱中,马迹头上长满了蛇,还要被恶魔强迫,跟他一起拔萝卜,这一切被天堂的侯墨看到,他立即去寻找上帝,此时老天爷还在努力工作,却已经预知侯墨到访,侯墨很喜欢这里,但不忍心家人受难,上帝深有体会,他儿子耶稣也去过人间受难,现在变得郁郁寡欢,侯墨再次祈求上帝,对方却果断拒绝,侯墨发誓要弄到天堂,他犹如疯狂的野狗,见到东西就破坏, 不仅想夺美女的非盘,还打碎天使的竖琴,一转眼,天堂被搞得残破不堪,可没有家人的地方就如同地狱,上帝拿着家伙没辙,决定撤回末日审判,侯墨还有个小小的请求,只见上帝念了几句咒语 侯墨本以为是做了一场梦,突然发现背后就长出翅膀,原来是压到一只海鸥,这使家人赶了过来,他们一直都很担心侯墨,接着侯墨想看愿望是否实现,果然上帝不骗人 老某次酒馆恢复如初,其实这里才是侯墨心中的天堂,这对兄妹有多变态,经互相给对方气头,直到两人都变成丑八怪,原本是马基给兄妹俩理发 她以超快的速度把门封死,防止两人逃跑,还是侯墨了解孩子,带他们去理发店,孩子们坐着摇摇车,享受理发的快乐 当理发师问巴特该如何剪,师傅照着巴特的意思剪,当他反应过来时,头发已剃掉一半,丽莎竟还嘲笑哥哥,气得巴特给他的头发也剃了 这才上演了一场剃头大战,两人刚准备回家,又撞见学校的摄影小组,慌乱中,他们把老爸拉进电影院,影厅里上映着末日审判 好人都上了天堂,留下有罪的人独自在人间,侯墨被吓得彻也难眠,第二天他果然见到恶魔,可对方只是个卖东西的人偶 没多久天空开始下雪雨,其实是直升机运送一头受伤的鲸鱼,侯墨确信末日审判将至,立即去书店买了一本圣经 另一边,马基为孩子们做了假饭,侯墨已经算出审判日的时间,他到大街上呼吁,一周后末日将至,启示录上写着,明星将撞向地球 没想到在超级晚上,明星缠坐的飞艇被击穿,一送到他死的死,伤的伤 人们开始相信侯墨的预言,决定跟他一起迎接末日审判,这座沙雕将是大家的鬼宿 第二天所有人缠坐大巴出发,丽莎劝老爸别再疯了,可侯墨不停劝,按计划前往沙雕山坡 大家满怀期待,结果什么都没发生,等了一天依旧没有异常,侯墨的话没人再信,就连家人也黯然离开 失落的侯墨来到酒馆,没想到老模子已经把店卖了,只因听清他末日的鬼话 大家看到侯墨非常气愤,纷纷拿食物砸他,侯墨还趁机吃了几个 回到家,他一直在寻找线索,惊喜的发现审判日就在半个小时后 可这次家人都不再相信他,侯墨只好独自来到沙雕上 随着倒计时到来,他果然上了天堂 我会想到你了,侯墨只好独自来到沙雕上